現在是... 不是這個 是這個 開了咪咪了 是...是...是...是這個 歡迎回到你第二節的廣晚咬隻幫 剛才第一節講完這個火舞呢 第二節...西遊先還是... 西遊先呢 你們好像說很久沒看西遊 呃...是 為什麼很久沒看呢 是沒買還是... 其實大家什麼時候覺得西遊出現平態 曾經都... 第二部 好平 都OK的 天公大戰 暗影和... 就是... 沒有了主角那段 光了天公大那段 那若不可以是第二部前一點 現在...現在的故事 其實你不用他講他講什麼 是有一個很嚴重和者 一套編劇的問題就是... 他...開好一條線 但每次你講一些... 其實之前發生過了 然後就... 你會覺得很黏 好像現在又說他們... 就是在那條水道之後沖散了 是... 某些人去做某些事 就是... 總之分了三條線 但大家其實記不記得... 阿修羅其實還應該在打天公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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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究竟他們是打了那麼久 還是... 還是已經完了那條時間 才繼續向前去呢 因為... 因為中間實在發生太多事了 你又看到那幫暗人又炒龍族皮 然後又走去跟人家說要他們獻那些... 小孩子 然後他們又... 不知道去了多遠 就是... 你會覺得... 又是那些... 你還沒完一件事 又不停說其他事情 那樣... 是很... 很... 現在你整個感覺 我不知道為什麼要這樣編 我...我真的理解不到 呃... 其實... 我覺得... 之前都說過的就是... 這個... 天公的分裂 我是覺得... 一般的 但是他回到... 呃... 即是唐三祖他們那邊 我又覺得好一點 那當然因為他們最後那段打過 是不是... 指... 指什麼... 指什麼... 金剛那個是 暗影的指然金剛 指然 是不是 那種金剛 然後打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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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很多東西 然後... 然後... 那一段... 那一段... 這樣結束了 我覺得有點奇怪的 然後那個指然金剛又復活呢 我都覺得是... 喂... 那怎麼辦呢 那一套東西 為什麼好像... 打極都不圓那些人 即是... 不死了 然後開到第二部 一開始用阿修羅對天公的開場 我不喜歡的 其實那時候都說過 呃... 我覺得這個是一個很大路的做法 但是... 就是... 和... 和仔比愛的輸一隻的感覺就是 他不是走得很大路的 那我覺得他會玩得特別些 但是他用了一個很安全的 叫做阿修羅對天公的一場大戰去做開頭 然後突然間... 其實龍族陷家產呢 有一點點震驚的 那一段都蠻好看的 還有... 因為阿奧雪的阿哥 奧嬌 奧嬌是... 即是... 即是他那時候... 即是叫奧嬌嗎 是啊... 奧嬌而已 奧嬌而已 不知為何是奧嬌 奧嬌... 特別是吳空復活那段 打嘴炮是打到唐三撞 都敵汗的 不夠他爭 所以其實我自己是挺喜歡這個角色的 但是出到來... 去到第二部 他就反而變成是帶著一些 東海龍宮的魚族走去... 其實OK的 但是問題又... 我不知道是否要追進到的問題 他... 你覺得要比他厲害那些地方 暗場交代 總之... 我記得那段是這樣寫的 大概就說他... 其他... 即是... 是否南海那個人 南海那些人就不停地... 去搞其他龍族 他就不奮殘 找東海的人跟他打 結果就... 找暗影的人來搞井他 然後搞井他那段呢 暗場交代 暗場交代 即是... 我不知道和仔他是要趕進度 所以不想畫這些東西 還是他使用新的手法就是... 做一本... 比較少打鬥的港版 因為其實現在西游... 是越來越少動作場面的 其實西游... 你想回這麼多期以來 132期以來 你說真的打得很厲害的 場面不是很多的 嗯... 朱八戒那段可能叫做打得比較厲害 嗯... 然後... 那時候沙珍他們主要是破過沙陣的 然後... 令到他不回復洗腦 就感覺怎麼樣 悟空那段... 其實悟空是走路的 嗯... 然後中間是很久沒怎麼特別打過 天弓那段你也打算是打得很糟糕的 但是他中段是那些... 嗯... 天什麼星、地什麼星走去打勾那些二郎神那些 擺明是不夠打的 然後天弓他們出來 無緣無故把天弓分開一半 又完了那段 那麼紫賢金剛 你以為他會打的時候 又被阿古龍一招收皮的 其實反而打得久一點 是那個... 地獄那個... 陰界王 是... 是... 那個真的... 他打得最厲害的那場 就是... 我真的印象的 孫悟空對二郎神 帶走的 因為打到最後 但是... 就是... 我覺得... 如果他是這樣想都無不可的 你想做一本... 就是... 真的比例比較少的... 的廣漫 都可以... 都可以的 和仔的紋氣感 我們都覺得... OK的啦 可以看的 有它換味 但是... 近... 之前他們去那個什麼水車道那裡 就... 我同意阿添就很緊的 那段我是不想看的 其實到現在都很緊的 是很緊的 但我覺得《忘憂國》這段挺有趣的 他... 現在開始... 沖散了他們幾個人 開始分一些... 做... 小的編章 那現在這個是叫做 小人國冒險編 其實... 講到白龍和... 唐三藏他們... 我們好像沒有說過 為什麼會分開了 因為他們在水車道那裡 是一個捷徑來的 可以穿越一部分路程的 這個妖怪大道 去到比較後段的地方 但是... 在那裡的時候 穿越的時候呢 一虎就突然間發難 因為其實一虎是受到這個 《月子天尊》的招攬 給了一些暗影的力量給他 而一虎就拿走了小羽 然後白龍打算去救小羽的時候 就被洪水沖走了 另外... 熬雪都跳了下去 因為熬雪是比較熟水性 所以他是有機會追回小羽的 但是那邊的線是沒有交代 所以白龍就自己一個落單了 去了一個小人國 這個小人國就叫做忘憂國 他遇到他們的國王余峰 跟了余峰回到小人國之後 原來他們一群人就一直在這個國度裡生活 其實他們沒有見過外面的世界 而為什麼白龍會看到余峰 就是其實余峰這個國王是想 嘗試從水路出去看外面的世界是怎樣 他是希望他的國民能夠知道這個世界多些 那麼白龍和余峰回到他們的忘憂國之後 就知道為什麼他們要向水路進發 原來其實你先當水路是南邊 因為他其實沒有交道的方向 你先當水路是南邊 原來他們國家的北邊 就是一步很高很高很高的場 他們沒有人知道跨越了這場場是什麼 他們曾經派過很多次不同的人去跨過這場場 全部都有去武匯 還有每一次有人去嘗試跨過這場場的時候 就會有天顯的 所以他們就覺得不可以這樣做 然後有白龍的幫助下 白龍和余峰就很順利登上了這個場的上方 原來他們是類似在谷底的地方 上高有一個跟白龍差不多大小的妖怪 叫什麼妖?你忘記了 食夢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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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食夢妖其實原來忘憂掛是食夢妖的一個玩具 它其實是好像一班小型的農場 這班人是被食夢妖養著 然後去當Lego那樣玩 其實是The Sim來的 是道義市民來的 是The Sim 其實是一個The Sim的故事 而白龍得罪了食夢妖 所以就被食夢妖拿毒針迷暈了 然後把他的靈魂抽出來 就放在一個小人裡 然後扔回到這個小人國裡面 在忘憂國裡面再生存 白龍就以忘憂國其中一個村民的身份 去繼續延續這個故事 而白龍剛剛醒來的時候 還有他身為白龍的一個記憶 但是漸漸在這裡生活了一段時間之後 他開始會現在 其實今期就是在說 他已經迷惘了 白龍迷惘了 到底我是在做一個夢 夢到現在這個世界 還是我發過一個夢是夢到白龍的世界 到底誰才是我呢 他有一個這樣的疑問 這條路不是很新的 就是周中夢妖 其實不是一條很新的橋 在若干作品都見過類似的玩法 但是我覺得在港版來講 比較少見這些橋段 而且我覺得和仔寫的時候 他將無憂國和現在香港的一些時政狀況 是有些頭髮在裡面 特別好像我們 是不是我們Facebook還是一些群組 有些人都拍了一張照片 就是今期有一格說到 漁風再一次去找白龍化身為的那個村民 就跟他說 我們不翻牆 我們看不到真實 這些對白很明顯是有少許 是有一個特意玩的一件事 到底是香港和大陸的狀況 大家敢不敢跨越這件事 什麼為真實等等 其實這一段 這兩三期的故事 在對白和設定上 我自己挺喜歡 覺得挺有趣的 我不知道大家怎麼看 我覺得最好他完結了一段故事 才寫另一段故事 現在很散 這裡寫一些 那邊寫一些 其實我們之前也討病過 他們之前其實已經試過一次 將他自己試圖打散他 然後發覺 大家的感覺 好像覺得他很拖 後期終於在一起了 大家覺得 應該這個故事會集中些 然後現在又再一次分開 我不知道他這次這樣做 是否為了給白狼 我們可能知道很多讀者都覺得 白狼沒有什麼主角味 是否特意為了這樣 而他給了一段故事 是只有他一個 然後給他發揮一下 去培育他的主角味 我又不知道 意思是否就是這樣 即是一本書 去到一百三十多期才 才培育主角 即是挺破格 我覺得和仔未必想 和仔之前也提過 他不特別覺得白狼是主角 和仔說是整天 他其實是群戲來的 所以他未必 只不過是白狼 不好意思 只不過是白狼 帶出了一個故事 但問題是 你的故事是要環境 我又看不出你這些 和環境的關係 即是這些 那些小人角 即是就算是之前 我之前說到 牛魔王的國家 我又不覺得他阻礙你環境 只不過你唐三狀 又或者是 那些人當中有一個人 又八卦 又怎樣 就要留下 去 好像想幫人 解決了一件事 其實你大可以不必 不需要 管他們 你便走了 又或者你留下 即是留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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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人去幫他 不算 牛魔王和白骨 角 即白骨精那段 都OK的 因為大家都很熟悉 在整個環境的過程中 曾經經過的地方 他是其中一個站 我知道 是其中一個站 但是 我覺得整件事 就是覺得 好像環境是不一樣的 變相變相 一點都不急 好像是 喔 還到便會玩 還不到便會玩 那整件事 沒有了那個 戲劇的 將來 已經覺得好像 那個感覺是 還不到便算 還不到也沒有什麼 還不到便還不到 我有一些不同意 即是還不到好像沒有什麼 那你說 因為他們現在為什麼會產生這次的分流 是因為小禹被人夾走了 我的驚被人夾走了 我不追回那部驚回來 我是還不到的 他在說之前的事 我就是在說現在這個位置 所以是 其實我不特別覺得他們 沒有向前推動 其實看回他們 齊集了他們的同伴的時候 他們是前進的 是走得很快的 但是 就是可能他們 和仔不想他們 只是好像打完一個站 就一個站 就一個站 所以其實 偶爾就會拆散 一拆散他們 他們就會停 上次他們也是停 但是現在的問題 所以就說好像沒有急切勝 你現在 你的說法是 他們一點都不急 對不起 不好意思 他們走在一起的時候 是走快了 這個很明顯 因為他們一分開 就沒有走過 現在的問題是 當你去到132期 說到小宇被捉了 最重要的是 那部經不見了 但是故事還要出來拉開了 然後說他各自有不同的祭遇 是不是應該集中故事 去說他如何找回小宇 不是 那你這個挑戰是不合理的 他們在那個水車道路走的時候 小宇被人夾走了 那白狼和奧雪就跳下去了 但是他們兩個被水流再衝開了 我是說的 並不是他的故事裡面的安排 是為何作者不把那些線集中回去看 他把那些線 為什麼白狼會令 落單去其他地方是作者寫的 那問題是 到底你是覺得他們不急 還是和仔不急 從頭到尾都在說 或者說到他們很不急 其實他們兩個都 我覺得兩邊都不急 例如唐三藏 還不還經 他們不會想 可不可以走 沒有那麼多支節 如果他們不想這件事 他們不走水車道 為什麼我要去求我師兄開水車道 我取經那次也不走 我還經那次為什麼要走 我想快 我感覺不到這件事 例如 朱八戒 他有很多錢還不到 就是還 朱八戒是 朱八戒是個性格 可以還可以不還 好像還錢 我覺得他有幾個 朱八戒很明顯是沒有所謂的 沙真就是看腦剔頭 朱三藏 朱八戒是有少少想還 但有一次很不急 然後白狼 他還不還沒有所謂 他純粹要保護小宇 沒有人覺得 真的要快點還 沒有一個人 連孫悟空也沒有這個想法 連孫悟空也沒有這個想法 我覺得孫悟空應該是很急的 孫悟空也沒有說 快點還想 快點搞定這件事 整個團隊裡面 沒有一個人覺得 我們要盡快解決 即是整個氣氛 你覺得好像 有空要出來推一下 我們快點走 不要搞那麼多 沒有一個人去負責做這件事 全部都是那個 沒有所謂 各自各自 好像交友 例如這樣說 如果我十年之後才還 沒有所謂 又不計識的 是啊 二十年之後還 又沒有所謂 即是好像 那個感覺就是 是不是應該是有一個限期 例如說 幾時之內還到 那就沒有用 你三 你是否可能一個月之內還 不還 世界沒入 這個是設定上的問題 設定上 和仔沒有做過這件事 所以如果你說和仔寫得不急 我同意 但其實裡面的角色 是從來沒有表達過不急的 那些角色 從來都是向著目標去 是啊 但他們沒有表達過急 他們急都說 那你怎麼解釋 為何唐三藏今次要走水 我想說 就好像 就是真普選 有一點點進展就算了 你完全是沒有想到 不迫切 是怎樣去實現這件事 例如你是不是可能 孫悟空走得很快 或者武力值很厲害 你要前面掃除障礙 那你條路是否好走一點 就是他完全沒有這些措施 沒有這些想法 那麼多人在一個團隊裡面 好像個個都是維威 因為他不是真真正正 我們有時候看的西遊記 西遊記說的就是 你一定要經歷過多少難 你不可以一跳跳過去 不可以飛過去 說明的規矩就是 你要經歷過這麼多站 經歷過這麼多難 你才還這樣才有意義 但在西遊裡面是沒有這件事的 即是環境就沒有這件事 純粹就還了 不需要經歷事情 最終去到就可以了 在西遊的設定是這樣的 即是小宇去到印度 那就可以了 這樣就為止到了 但他們現在就好像 特意為了要經歷 但就是主角群的態度很黏 很簡單說 很黏 我不特別覺得他們很黏 他們沒有人急 我就不敢說他們很黏 但是他們沒有一個人 是覺得要很急 尤其是他們當中的互動 例如白狼說 唐三藏你是不是可以走快一點 他又不會有這些互動對話 純粹唐三藏說怎麼走就怎麼走 即是往時應該有一個人 是負責有空無事 就吹一下大家 不要這麼久了 不如我們走快一點 他在這個團隊裡面 是沒有一個這樣的角色出現過 如果你要這樣說的話 其實反而問題是 在這套作品裡面 很少描寫他們正在走的畫面 通常不是停下來打緊 寫他們就是寫他們走到晚上休息 睡覺那一刻 而且我也同意 但有一個就是 例如說 他們好像故意撞到那些事件裡面 即是你不會說 如果你是很急的 例如我現在去廁所 中間有些障礙我避開了 我不會故意走到 即是旁邊有一個人跟我聊天 我聊完才去廁所 即是我真的很急 我應該是要避免這些事情 你說如果 即使他們都沒有怎樣撞到熟人 除了師兄大師兄就得去找他 譬如好像今次白狼和食夢妖那段 食夢妖開台說白狼你走 總之我把魚鋒放下去 我繼續玩我的師兄 你繼續還你的經 那白狼是走了 然後回頭打散食夢妖的 就是白狼說 師父教過我們 雖然我們是有任務在身 我們是要還經 但我們不能夠見死不救 我們不能夠忘記做人的一些宗旨 那這個是唐三還灌輸給他們的知識 即是我想 譬如開頭的時候 第一部的時候 他都有說過 還經是 即是經天地入鬼神的事 所以也被那些三界的天神 不停地追殺他們 其實我覺得第一部 比較多是這種情況 即是他們是 迫於無奈地 他們要這樣 另一件事 其實這件事也少了 我又不覺得有人在追殺他們 但第二部是比較少 反而暗影本身第一部是在搞他們 第二部是在搞龍族 不搞他們 原來你這些側寫 覺得環經好像不太重要 因為正常來說 環經是整個西遊故事裡的主事 所以環經是 這本經是小宇 應該是所有人都在侯著 不斷去搞他們 不斷去搞小宇 所以他們的策略 即是唐三藏一行人 應該是 我好像剛才說 是避開 或者選某一些路線 一定要這樣走 是為了隱避一些 安全一點 我也是那句水車道 就是水車道 到130年期 不就只有一個水車道 去表現過 他是有點急 那妖怪大道是沒有這麼多捷徑的 不是 不是在說走 這句話是和仔說的 是你講的 真的很難說 喂 小怪大道有沒有捷徑 是和仔寫的 那如果你一個妖怪大道 有這麼多捷徑 那他們當年去取經的時候 走得那麼辛苦 就是按鈕的 問題現在是 非由本身的線 大家已經很散了 難得他們聚在一起 因為之前 除了非由他們環境的主線 你又等等 又有天庭的大混戰 又有修羅的線 已經是打到散散的 現在你還要把他們幾十條線 再拆散 那整個故事就變成四分裂 就是一堆人趕路之餘 還多管閒事 整個故事根本沒有了主線 九十幾條主線 中央最主要的一條 再打散散的 一方面 例如你環境 大家是否可能互送白狼 走快一點 這樣可以 早一天環境 而且他們是沒有重心 早一天環境 又沒有那麼多 這些旁生知智的事情 其實第二部 應該有這個設定 放在這裡 因為他們第一部 就是因為 其經離開了西方極樂太久 所以才有暗影的出現 所以才會變成這樣 所以他們 假設第二部是急了 也為什麼第二部 唐三就會想到 我要走捷徑 我要求師兄給我捷徑 其實他有寫到這件事 我同意的就是 如果你說和仔寫得慢 我同意的就是 為什麼我也不喜歡看天庭 修羅 勞工 我覺得奧嬌這個角色吸引我 為什麼我不想看那些戲 就是 因為那些戲和環境這條主線是無關的 但是你說環境這條主線 可不可以再拆散 我覺得可以 因為你們整個團隊 組合在一起 就是一個據點打的 某些據點下 我覺得拆散他們 讓他們 要經歷一些事 才集合在一起 是說得通的 反而如果讓我想的話 到底唐三上會不會是 他們會不會想一些方法 就是譬如我們散了 我們在哪個點集合 因為其實現在慢的原因是 我們散了之後 我們回去起點集合 再向前走 這班人其實是行花市 裡面是不是太多人 我們走散了 就在入口 有些人喜歡看這些檔 還是那檔 總之認住那條柱 那個門口 就是在那個集合 大家就玩激流旅程 最終打散了 就去那個美女姐姐那裡 那不是很悠閒嗎 就是你不覺得 不走完的花市 有什麼問題 我明白 可能他想打散 然後給每個人的經歷 但這個人已經做了 你做完之後 看完一層 然後再做一次 那就重複了 那你 你那時候已經做了一次 其實 沒多久之前的事 老實我覺得 一個團隊 你遇到被人打散 你的團隊這件事 你整個旅程 遇到幾次是很合理的 暫時來說 他沒有重複的事情 是個 combination 我們現在說的 不是不合理 是不好看 兩者都是的 都是的 他是不合理 而且也不好看 因為相同的情況 譬如One Piece 他都是一個點一個點 打到 他也是有 譬如去到某個島的時候 就突然間 散了 然後各自打 然後又要解決完 一個大事件 集合回學生 再去下一個島 其實我覺得是有點像的 大鬼是像的 Exactly 所以One Piece是不好看的 但是One Piece 各自打不同的島 打完之後 有成長 你覺得他打散完 有什麼成長 各自的角色 白狼英明仍然都是這麼廢 他有什麼成長過 他沒有打散過 他自己走過一段路 跟一隻虎那些 一樣到現在沒有進步過 他有什麼進步過 他真的沒有進步過 白狼那次入魔 白狼那次入魔 入魔 如果現在進步的話 那我都正圖 有什麼影響 你說吧 我就覺得沒有 入魔 我其實不記得他入魔之後做了什麼 入魔之後到現在 那倒是 你都不記得 還是你留不到印象 問題是上一次寫了 是否代表他不能再寫 是否不行 這樣講 可以 那你寫到二千期就可以 可以 那個故事不要看 那你就不要再說龍虎門不要看 不是 那問題是他上一次寫了 而故事他想再寫多一次 再給多一次機會給白狼 是否不行 不行 我就說可以 如果是這樣的 你不要再說龍虎門不要看 龍虎門都講同一個東西 沒有所謂 是可以的 你可以不停輪迴 但那就是立 就是講這件事 我覺得是立 他也是 你這次承認 你每次都失敗 那我不是要看 他失敗了一次 他試第二次 就是每次都失敗 而他第二次沒有結果 龍虎門我們是看到 他試了很多次 至少要第三次 才可以說 每次都是這樣 每次都可以 每次都可以 不是 這個是黃之華的理論 和兵之的理論 所以問題是 我會覺得他正在試他的第二次 對我來說 對我來說 我同意的是 如果他們合在一起 去行走的話 對我來說 吸引力是大 因為我喜歡看他們的互動 但是他們 是不是不可以拆散 我覺得不是 不是 那是必要性的問題 還有 拆散了他們 是沒有集合的意志 他們又不集合 無所謂 集合就集合 行走都常shop 還以為 meer 在少宇這個人物很重要 被人搶走了的時候 去拆散他 你不覺得是一個 錯的布局嗎 在故事主線 少宇很有重要 不見了 你故事是否應該追尋少宇 她 solves 對 應該全力去救少宇 但這故事可以安排去拆散 那以上問題是 小宇和一虎跌落成澳 你看阿添也不耐煩 小玄一虎一掉落海 白狼就馬上跳下去了 唐三藏給的指令就是傲雪你馬上去追 因為傲雪會游泳 其他他們是不熟水性的 然後他已經再沒有交代過唐三藏那邊是怎樣 沒有寫過 那唐三藏為什麼 他還沒有寫 而你為什麼得出一個結論是唐三藏沒有全力去找小玉 誰來的 看不到他有做 他還沒寫到他沒有再是兩件事 他散了之後他第一個寫的就已經是白狼了 連小玉那邊都還沒寫 他們現在寫的是白狼 如果你說他寫完白狼 我當他會先寫小玉和一虎那邊 然後再寫唐三藏他們 然後唐三藏他們 我們坐在這裡等 那你剛才那個說法是成立的 你現在是批評了一件未出現的事 那為什麼要把白狼去抽走出來寫一段東西 不是應該寫成是他們一齊獲標去找小玉嗎 你現在特地寫一段東西 說白狼落單 然後有一段自己的里程 然後去經歷自己的事情 但他現在經歷的事情 跟找小玉是沒有關係的 你不需要去寫這段東西 不需要在這個時候寫這段東西 你想寫著白狼 這段東西其實可以放早點寫 不是在現在寫的 你看到最大的重點 原本整件事現在的高潮就是小玉被人捉走了 等一會兒就看到白狼落單 然後又去另一個國家做經歷自己的事情 那整個氣氛就突然散了 沒有了追著那個目標 我不覺得白狼是不想追回小玉 我不是說白狼想不想 是說作者不應該安排在故事上面 那作者安排到就是你覺得白狼不想 而我不覺得白狼不想 都是作者的安排 其實我看到的就是 他要寫這段 我同意你說的就是 如果他將這段放早點 可能是更好的 但是他錯過了我的時間 那是不是以後不寫白狼呢 我又覺得他不應該以後都不寫白狼的 那他現在這裡放一段戲下來寫白狼 而在未... 我未看完他下去之後 我不知道怎樣去跟你說 到底這段戲和小玉 舊小玉有沒有關係 到底余峰這個角色 對白狼的這個改變 有什麼改變呢 白狼這個到底誰才是我的思考 到底對他將來有什麼改變 到底這些出現的食夢妖也好 漁風也好 忘憂國裡面的人也好 對他救小玉的這個行動有沒有影響呢 我亦都不知道 但是我不會跟你說的就是 他們不是在做救小玉的事情 我覺得不能夠掃諸未知 因為已經是132期來的 之前那些... 即...我們的判斷是根據以往的 唐三藏就是... 即...他們各自是在做自己的事 而不是真的專注於這個環境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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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任務上面 上次他們衝散了 那時候悟空在地獄 悟空是死了的 炮韻蛇道的 沒有人等悟空的 悟空也不需要等 悟空是炮韻蛇道 沙真是落了地獄的 然後朱伯介放棄了 因為他們那幫人散了 所以我同意的就是 朱伯介在整個團隊裡面 最不想環境那個 就是單人武勢的時候 朱伯介放棄了 接著遇到套妖的那段故事 是... 白狼和一夫他們就在小石兵那段 那段我們一致都覺得是有點奇怪的 唐三藏去了那邊 那時候 唐三藏... 唐三藏好像也是跌到地獄的 拿地獄 因為沙真是落地獄 就是要捧唐三藏 他們跌了下去 剛好遇到以前認識的女兒 所以其實那個項目是 他們其實是要救師傅回來的 是啊 因為他需要一個師傅 需要唐三藏去帶領他們 走這條路 但唐三藏 怎樣的路他們走 好像很長 你說這條路不是... 你說這條路不是... 你說這條路是捧唐 那當然是捧唐 但... 水車道是... 水車道當然... 但你... 但你的問題是... 實際上好像還捧唐長了 你是不是不捧唐 沒有那麼危險 就... 不需要浪費那麼多時間 這個挑戰我也是的 這個挑戰我同意的 這個是在神視點看下去的事情 所以那個感覺很奇怪就是... 首先主角群不急 但也沒有目標 也沒有告訴你 那條路要走多久 有多長 但和仔已經定了一年之後 結束了 差不多 他提過說... 還有... 五十期左右 但是... 不知道 因為... 現在... 西遊玩一百奇緣 都拖多了那十幾期 就是第一步拖多了那十幾期的多 那很奇怪 這件事情 還有阿Solo和天公那條線 都還沒收 都還在玩中 如果這樣 你到時候 變成三條線 只要草草地收掉 所以現在就覺得 為什麼西遊這麼黏 現在已經是過了一半 最少都過了一半 我都不要說中美了 你都還要... 將這些再打散 你最後收線的時候 你就... 你就要很急 你還有兩條大線 你移動 就是自己搞自己 對呀 我現在只是搞自己 其實反而... 可能因為我... 對於他說 還有大概一年的份量 那個... 那個說法 其實我是... 你是不相信的 我是不相信的 當然不相信啦 因為2017年都出不了火龍 是... 是... 是不是這樣說 是... 我們就回... 他已經需要一次 有給第二次機會 有聽眾說 為什麼奇數和故事推進有關 有 並不是說故事去到500期 就一定要去到某個位 而是... 我們看了500期 現在應該是132期 但你的例子是500期的話 我們會期待到500期的時候 一班角色應該做了某個份量的東西 而... 冰之龍... 其實... 即使你跟我說 我都覺得不夠的 是... 但你問我到底和仔 有沒有希望在挽救這件事 或者... 到底他們在做的這件事 是不是不是還經呢 這一點我否定而已 但是... 我覺得... 沒有心啦 又不是說沒有還的 但是沒有什麼心去還經 特別是一個比較有連續性的故事 即是你跟我說 叮噹出到1000期 那個故事 阿大同仍然是小學生 還在移學習 這些單元是沒有問題的 但是一個... 其實也是有問題的 只不過你不會很在意 因為他沒有一個終極的目標 是啊 那柯南呢? 柯南就停了 所以為什麼我看到柯南 看得這麼想 我就斷力了 柯南就停了 其實是找了藉口 現在就停了 對 沒錯 即是連青山江窗自己也頂不住 今天阿劍不在這裡 叫做踩One Piece 柯南那些 是有這樣的特別的 但是他不回來 One Piece就算了 我想說 One Piece其實他們的造型都改了 但是... 西遊就真的是... 白狼都還是那一條 我們留回聽眾 或者看看阿和仔和盟友人會聽 給我們一些答案 今天差不多 對阿 今天差不多 今天差不多 在我和冰姿和施迪 看完炮之後 的情況下就作結了 你今天回家要小心一點 不用一會 一會一開始就已經打了 不要說太多 等一下 留意待會 動漫廢話 我們講一套 跟今晚講 沒有那麼激烈的 很多都不知 這麼說 可能都很激烈的 那大家留意一下 今天就 感謝到這麽多 下個禮拜見 拜拜 對阿 爹 你 給你 對阿 你 你 去 去 你 你 對阿